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幾款雙筒變焦望遠鏡 分別是 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挑選出一支 我覺得最棒的雙筒望遠鏡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稍微分享一下規格怎麼看 像是這一款8到24 那它就是8倍到24倍的變焦距離 然後25呢就是我們的鏡片大小 所以像是這一款42 它的鏡片就特別大 有沒有特別好呢 那我們就要待會來測試一下才知道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那這一款叫做Coleman M8到24 就是8到24倍25mm的鏡片 的望遠鏡 OK那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裡面有附給你一個布的收納袋 裡面還有一條望遠鏡的防丟繩 這就是我們的望遠鏡本體啦 第一個這整個望遠鏡的鏡聲呢 全部都是 塑膠的材質 就是走一個輕量化路線 然後我還發現另外一個就是它前面的這個鏡片的部分 完全沒有蓋子啊 或者是保護它的配件在裡面 所以你可能用完你就要趕快把它收好 收到收納袋裡面 之類的那後面的這個眼睛要看的這邊就有附給你蓋子 所以就 只保護一半的鏡片這樣子 用了這個望遠鏡一陣子之後呢 發現幾個問題 那第一個呢就是它的光學品質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到一些 對比比較強的邊緣會有紫邊現象的出現 或者是你對焦然後前面有施焦的一個物件它整個就是紫紫 然後這樣子全部散開來 第二個就是變焦變到24倍的時候它的變形還蠻嚴重的 所以你看那個建築物啊或者是有直直的電線桿那種線條 你就會很明顯看到哇塞 它的 直線全部都變成這樣子 變瘦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的鏡片呢 我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就是 原廠出來它就給你一個 有點刮傷然後上面很多刮痕的 鏡片啊前面這邊的鏡片是還OK但是你眼睛接觸這邊鏡片 看起來都是有一點刮痕的 或是髒髒的不知道是怎麼樣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 眼睛看的地方呢這個旁邊都有點 焦跑出來還是發霉 我也不知道就白白的這樣子 那至少這一款望遠鏡是有對焦在上面的 就是像是那種更便宜的它可能是固定焦點的 所以你可能看鏡也模糊 看更遠的地方也模糊 就是一個很尷尬的狀態 那這個至少是 你看鏡你可以把它用到清楚 然後看遠你也可以看到清楚 就是你看該看到的細節是看得到 只是影像品質 光學品質 沒有到特別好 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來開箱這個 Ricoh Pentax ARP 8-16倍的 21mm雙筒望遠鏡 那盒子裡面有一張保證卡啊 然後盒子裡面又有另外一個盒子 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裡面還有一條防丟繩 然後裡面還有附給你一個發霉的 皮的 收納袋 OK那這就是我們望遠鏡本體啦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的做工跟品質 那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 雙 就是它的眼鏡這邊的蓋子呢 它兩個是黏在一起的 就你比較不會 喔我掉了一個啊 或是兩個蓋子找不到另外一個 就它就黏在一起 比較不會弄丟 然後這個望遠鏡的眼距調整真的是超級流暢 超級滑順 就 超級完美 就是你氣味的調整一點點都OK 就 這個 做工還不錯 它整個外觀全部都是一個很神奇的材質 這有點像是 鞋底那種 比較硬的 橡膠嗎 還是什麼的 就是它 感覺就是 專門設計這樣子 就是怕你掉地上嗎 還是怎樣 就是可以抗緩衝嗎 就我幫他們瞎掰的 但我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個設計裡面 然後呢 它前面一樣是沒有蓋子的 就是 外面那一邊的 鏡片是沒有蓋子 所以也是一樣看完就是要趕快放回袋子裡面 旁邊這裡的防丟繩還有一個還不錯的設計 就是一個 快拆的設計 就是你防丟繩可以直接插上去 就可以裝上去 那你要拿下來也按一下就可以輕鬆拿下 你不用像是其他的 就是永遠 繩子都在上面 那你可能就是 只是想要這樣看 然後下面就掛一條繩子這樣子很智障 那這個望遠鏡下面還有一個四分之一的接孔 就是你可以放在攝影的三腳架上面 就可以讓你比較穩定 或是單腳架上面 或是你想要裝什麼都可以啦 就下面有一個四分之一的接孔 那眼睛看的這邊呢 它兩邊兩個眼睛的部分都可以來調整這個 眼睛跟 鏡片的距離 它有一個這個軟軟QQ的桶 然後你可以來調整你 固定你眼睛跟鏡片的距離 你比較好 就是放上去 你可以馬上看到東西 然後你要收納的時候 你也可以輕鬆把它收回來 OK用這個望遠鏡一陣子之後 我真的 還蠻喜歡這個望遠鏡 它的光學品質真的是 超級好 雖然還是有一點 微微的紙編在上面 但是 真的是超級無敵好 就是你放大縮小都不太有什麼 變形啊 然後 整個影像就是 成像看起來就是 非常銳利 非常清晰 就 很棒的光學品質啦 然後它的操作也非常非常方便跟 人性化 就是它的 對焦 跟變焦 都在你 一隻手就可以碰到的地方 十指跟中指這邊 就可以 很容易同時做兩件事情 就是 一下 放大 然後一邊是 對焦這樣子 就很容易 去 快速看到你想要看的東西 就不用 我這隻手要幹什麼 這邊又要調什麼 這樣子 然後這個曲光度調整的地方 我覺得也非常好 它就是按一下 它會彈出來一個 牛 然後你調整好 把它塞回去 理論上你永遠就不會再碰到這個東西了 因為你左邊右邊的 近視差的 度數 可能就是固定了 或者是微微調整 那你就是 可能 幾年後你才會再 按出來這個 曲光度的調整 就是調整你左邊右邊的視差 那剛剛那一隻 就是它可能就是 不小心就會轉到 然後你就要再又要重新調整 就會比較麻煩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 Pentax Ricoh這個設計 好很多很多 反正 到目前為止我還蠻喜歡這隻望遠鏡 那整個做工 用起來 人性化很多 然後光學品質也不錯 反正 還蠻優質的 輕巧 雙筒望遠鏡 下一個我們來開箱這個Nikon的 Aculon T11 它有一個型號 那這個是 8-24倍 25mm光學鏡片的 雙筒望遠鏡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啦 OK那盒子裡面有一大堆的說明書跟保證卡 裡面還有一個軟Q皮革材質的收納袋 裡面有一條防丟繩 OK那這就是我們的望遠鏡本體啦 第一個我發現的問題就是這個 這個蓋子是不是有點太鬆啦 這個 這跟我們有蓋跟沒蓋一樣走一走它就掉下來 這個什麼神奇的蓋子 這整個鏡聲全部都是 塑膠的材質 然後我們的眼睛這邊也有一個可以調整眼睛距離 跟鏡片距離的調整 但是它只有一段而已 就是關跟開而已 它沒有像是剛剛的Pentax 有兩三段這樣子 那區光度調整就在鏡桶 右邊的這邊有一個 還滿難碰到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是調整完 就不會輕易的碰到它 就還滿棒的啦 藏在裡面 然後這個鏡片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出廠全部都是刮痕 不知道是刮痕還是 髒污 就完全沒有使用 全部上面都是這樣一坨一坨 不知道是怎樣 用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 它的光學品質不是很OK 就它的紫邊現象還滿嚴重的 而且就是那個對比 稍微強一點 你每一個東西的邊緣 你竟然有對到焦的邊緣 旁邊的東西 就是沒有距離差 很遠的東西 都有紫邊現象 而且看起來還滿討厭的 那雖然它的 變形矯正 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你 放大跟縮小 變形沒有變太多 但是它的 顏色變得 非常非常多 你從8倍 放到24倍 那個顏色整個是從一個 藍色色調 轉換成一個超暖的色調 就它的色溫 改變 超大 目前這一個望遠鏡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 塑膠玩具的感覺 不知道是怎麼樣 最後我們來開箱這一個 Nikon的 A211 8倍到18倍 鏡片大小是 42mm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支 望遠鏡跟其他三支比較呢 因為我在想說 鏡片越大 那個迷思是說 它會越亮啊 然後越漂亮 越乾淨 之類的 越銳利 影像品質越好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就來打開看看 到底有沒有 更好呢 OK盒子裡面也有一大堆保證卡跟說明書 裡面還有附給你一個比較大比較粗的望遠鏡背帶 裡面還有一個超大的布的軟Q收納袋 OK那這是我們的望遠鏡本體啦 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大 那第一個缺點跟剛剛的Nikon一模一樣 這個蓋子是發生什麼事啊 就是 這到底是什麼神奇設計的蓋子 誰設計這個蓋子 叫它出來 這為什麼是這麼鬆的 這 完全沒有碰它 它就會自己飛出來的一個蓋子 這真的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望遠鏡因為它的鏡片前面鏡片比較大 所以它前面還有附給你兩個蓋子 就是來保護你前面的蓋子啦 因為這真的超級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Nikon的變焦是這樣設計 它 用出來就是一個 莎莎摩擦的聲音 聽起來像這樣 就是 有東西在裡面摩擦的感覺啦 就 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用起來也不是很OK 就是 還蠻鬆的 就不小心 就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設計 那這一隻望遠鏡它的趨光度調整 是設計在左眼的部分 然後它的左眼 是用 這樣 整個轉動的 調整趨光度 那我就覺得這樣子 跟第一個那個 comment一樣 就是很容易去不小心轉動 它 因為你理論上就是 用完趨光度 你就永遠 就可能五年十年之後 你才會再去動它的東西 那這個 就這麼不小心就會碰到了一個東西 為什麼是設計在這邊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是這樣設計的 那這整個望遠鏡就是還蠻扎實 蠻重的一個望遠鏡 那外觀的材質呢 全部都是一種 軟軟QQ 像是斜底的 那種 比較硬的 但是是軟Q的材質 摸起來還蠻棒的 那剛剛那個軟Q材質有延伸到鏡片最前面的外圍 所以你可能放到桌子上啊 你可以這樣直接放 就也不會磨損到 鏡片 理論上 每一個都不會磨損到鏡片啦 只是它這樣軟軟QQ材質還蠻棒的 用了一陣子之後 這個望遠鏡 我覺得它的成像 影像品質真的是沒有太好 就是它 對到焦 邊緣全部都是紫邊 那就是你 對到跟沒有對到全部都是紫邊 所以你看起來就是還蠻討厭的 影像是清晰銳利 沒錯 然後也整體蠻亮的 但是 你看的 就是你看望遠鏡不是都要就是稍微調一下角度嗎 然後看到鏡片的正中央 然後才會有一個完整的成像圈 那這個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怎麼樣 跟我眼睛不合嗎 因為它後面這邊啊 就是也有可能是這個關係 就是它這個 鏡片跟眼睛的這個距離是固定的 它沒有一個幫你輔助的那個框框可以伸縮這樣子 所以你眼睛你就是可能要稍微 離開一點點 或者是因為奇怪的角度就是稍微離開一點你的 眼睛 你可能才會比較好看到整個影像 就你眼睛跟望遠鏡的位置稍微 錯開一個0.1公分之類的你的 可能就是左邊的鏡頭 然後它可能就會 有一半變成黑色的 就看不到影像這樣子 或者是你再稍微挪一點就變成 上半部 上半部的影像又消失 就有這種問題啊 我不知道是我的使用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它原本 就是這樣子 反正就是 使用還 蠻 有一點 困難難度 我以為是 就是鏡片越大 然後你那個成像 就是你左右的那個偏移的位置可以稍微 更自由一點 結果看起來不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重量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就是你這樣子手拿著 這應該快要1公斤吧 然後你這樣手拿著就是 會有點痠啦 就你這樣子抬著看 然後你就可能要放下來休息一下 不然你手這樣一直撐著 超級累 手 超酸 所以我就不知道它為什麼是這樣設計 我不知道它的 客群是在哪裡 就是一個比較 重的望遠鏡 理論上你應該設計個那個 四分之一的孔位吧 就讓你架在 至少個單腳架或是 幹嘛 比較好 支撐這個這麼大的重量 你可能要看個一個小時之類的 你要觀察什麼東西 你這樣一直拿 你要手斷掉是不是 還是有其他的配件嗎 可以這樣夾著 這個望遠鏡夾到其他的東西 我不知道 它們有沒有設計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一個 四分之一的孔位應該 會比較實用吧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影片會這麼簡單 就可以輕鬆的分享 推薦一個望遠鏡給大家 這一個是 RICO Pentex 8-16倍 21mm的 雙筒望遠鏡 它的光學品質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 紫邊線像微乎起 微變形 幾乎沒有然後整個操作非常人性化 有用腦袋思考的公司 就是 非常完美的產品啊 然後它又非常非常輕巧 你看其他的 就 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光學品質又不好 然後設計又一團亂 然後 該有的 都沒有 這樣子 比較跌破眼鏡是 Nikon這兩支望遠鏡 就不知道他們怎麼設計的 就 設計又荒謬 然後光學品質又不太好 就 Nikon Nikon應該光學品質應該還蠻棒的吧 就是他們的設計應該有這個能力可以設計出 很棒的光學品質 但結果 紫邊嚴重 紫邊線像非常非常嚴重 竟然跟這個 什麼Coleman 竟然看起來差不多 真的是 跌破眼鏡 怎麼可以設計出 這樣兩支 這麼 荒謬的產品呢 他們可能有 比較 高級的產品線 那就不講 但是他們這兩支就是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失敗 就是讓我 還蠻失望的啦 OK那這位我們四支望遠鏡的開箱測試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讚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